我覺得檢調單位你們動作可能要大一點 可能要大一點而且快一點 要去搜索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自己你有沒有發現 他是一個非常不誠實的人 我們查到哪裡 或者是說像林嚴峰 禮拜一砰出來 他用4300元去買商辦 他才說我那個7380萬是會給我自己的 在此之前他有沒有承認 有沒有說過 沒有 他之前沒有講 他全部都沒有說過 然後他禮拜五還在那邊 還在那邊開記者會那邊講說什麼 他們夫妻兩個都是醫生 然後再加上他們兩個房子 還有新竹的農地是買得起的 但是陳佩琪要買 他願意買 我還不願意住 因為我要把一輩子都當巫奴去繳貸款 他是不是這樣講的 他沒有講到7380萬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講到7380萬 所以這個人是個偽君子 為什麼呢 我告訴各位7380萬現金 然後我跟你講 他們不是這個 台灣民眾黨不是進場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台灣的選擇嗎 對 我告訴你錯了 房仲的選擇 柯文哲 為什麼 現金不用貸款 連貸款都不用貸款 房仲的選擇 全台灣房仲最喜歡的這個人 一來簽訂了以後 現金馬上給你 對 現金馬上給你 7380萬 扣掉了4300萬 然後這3000多萬 再加上他們財產申報 包括現金活存 然後包括美金跟日幣所有的存款 全部加起來2464萬加上95萬的基金 我把它算過了 他們家最多最多最多的現金 只有5639萬 他去看那個1.26億以上的豪宅 還有2億的 對 當時他在5月10號就買了這個商辦4300萬 然後5月16號他兒子那個資訊傳播公司就成立了 對 然後陳佩奇就開始到處 微風吹來涼涼的開始看豪宅 對 他手上有多少錢 是啊 我問你 他手上沒有7200萬以上不會去看豪宅 我覺得他錢應該超乎想像吧 他手上的現金有多少 我的天啊 你再去查查看 他們現在的住的房子 本來在2010年買的時候 價值6500萬 不是拿1000萬去跟公婆借嗎 對 然後娘家出兩百萬嗎 後來還因為這樣花了三百 還花了三萬塊嘛 然後那時候貸款是沒有意外的話 是設定5400萬 貸款還清了沒啊 好像沒有貸款了 沒有貸款的 你去查他的 是不是已經沒有貸款了 我download他所有的財產申報 我沒有看到這筆貸款 好像已經沒有貸款了 沒有貸款 他錢是怎麼還的 錢是怎麼還的 所以你要知道他們不是四個議員 要開什麼居住正義嗎 對 我覺得應該邀請柯德去 示範如何 用十年的時間來分享 然後呢就可以用雙計騙小草 馬上把貸款還錢 還有那麼多錢 他們家的錢 錢多到多不 數不清數不完啊 3C不證實也不過五千兩啊 他們家到底有多少現金啊 對 如果按照這樣算的話 我剛剛說了嘛 他們家最多最多的 所有的錢全部加起來 5639萬 柯恩哲你不要騙我說 你要賣房子 你要賣土地 你們都沒有做這個動作 對 你們家的那個商辦不算的兩個房子跟一個土地 你們都沒有要賣 對 如果到時候被檢調收出來 增加了幾千萬的現金 這叫財產來源不明罪 對 我不知道會不會跟木可公司有關係 這我不知道 如果萬一跟木可公司沒關係 那事情跟我大條 你知道嗎 對 所以啊 賈青蓮 什麼坐飛機出國 一定要坐經濟艙 明知道人家會理喻你 讓你坐機艙門 那個比豪金艙還大的位置 賈青蓮 賈青高 只有這些可憐的笨小草 你們小草的血汗錢 成了阿伯的發財金